说到香港首富,很多人都会想到李嘉诚,但是在今年新出的榜单中,万年老二终于是超越了李嘉诚,成为了香港的首富,现在他也已经九十岁了,年事已高,这么庞大的家产自然,是需要自己的儿子孙子来继承, 向来是豪门是非多,所以李赵基的儿子也展开了争夺遗产的大战,并开始向自己的老婆求助,把妻子当作是生育机器,让很多网友都纷纷扎持了,李赵基家中还是比李嘉诚家中要复杂得多,毕竟李嘉诚在很早的时候,就已经说清楚了自己遗产的分配方案,所以自然是没什么好争的,但是李赵基就不同了,所以才会引发他儿子的争斗战争,李赵基一直想到一个孙子, 这也是很多豪门的通病,他有两个儿子,但是他的儿子们,确实直到现在都还是单身状态,当初他的大儿子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,当时两人也是非常恩爱,但是之后有人算命数, 这位女生的命格可能会对李嘉有害处,所以这一对恩爱的小情侣就被拆散了,其实在旁人看来这也是很荒谬的事情,但是大概对于豪门来讲就是要处处都保持谨慎的,毕竟偌大的家产还是要好好守护,可能李赵基的大儿子也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所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找一个女朋友, 迟到现在还是单身状态,也让李赵基倍感忧虑,但是李赵基的二儿子李嘉诚却是非常的幸运,和香港著名女星徐子琪结婚之后也非, 长恩爱徐子琪更是成为了全香港都羡慕的女人,当时两人结婚的时候更是举办了一场天价婚礼, 这一场婚礼也是李赵基主持的,花了七亿的价钱,之后徐子琪也生下了一个女孩,虽然不曾满足李赵基的心愿,但是也算是天丁之喜了, 结婚之后的第三年,徐子琪再次生下了一个女孩,想必这个时候李赵基也是有些失望,但是即便是这样,还没有女朋友的李嘉诚也是有很大的压力的, 所以他做出了一件,让大家都被感意外的事情,就是找人带孕,生下了一个三胞胎儿子,只能说这样的操作也是十分神奇, 但是以心只想抱孙子的李赵基却十分兴奋,当时就立刻飘洋过海去看孙子了,看到这样的情况,李嘉诚自然也是不甘若后, 于是在自己的努力下,也和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,李赵基也是非常开心,甚至是给刚出生的孙子买了上衣的玩具, 还给了儿媳妇一个大大的奖励,于是须子琪在接在里,再次生下了一个男孩,李赵基自然是非常高兴, 所以又是一场好花奢侈的庆祝大儿子李嘉诫,县卫恒的副主席兼执行董事, 其中华煤气董事,喜欢中华文化,最新查到是个非常自律的人, 而小儿子李嘉诚现任恒基发展主席兼董事总经理,四叔还安排两位重臣李宁既有赵基辅助, 日常认为是为四叔的恒帝王国接班铺路,看了这一场漫长的争夺战。